从厦门一个城市,我们看到了更多城市的宿命,12月,厦门第三次土拍结束,厦门的土拍代表了所有城市基本面,无人抢地,溢价下跌,国企托地,流拍增多,厦门就此两头,前几天,厦门土拍结束,一直没有动笔研究,直到这几天看到越来越多的信息,包括宝能,包括世卯,包括太和,每个重磅信息都在冲击着厦门楼市。 我知道,事后到了,这是厦门第三次集中土拍的结果,14宗地,有7宗英雅人报价流拍,惨拍企业数量明显减少,外来企业极少,7宗地中,仅有两宗溢价成交,地块溢价率有25%,直接降至3%,不仅如此,放眼全国,厦门也是第三轮土拍中撤牌,流拍地块比例最高的城市,竟然高达50%,着实恐怖。 这是厦门一整年的土拍数据,2021年,厦门供应30幅商筑地块,总建筑面积约338万方,其中,23幅宗地成功出廊,建筑面积295.5万平米,创进9年新高,剩余6幅撤拍,1幅流拍,厦门土拍全年吸金793.85亿元,为近年之最。 整体表现,5月和6月土拍火热,岛内三幅地块均达竞价上线,最高配件面积28300平米,建发5元唐月,岛外最高溢价40%,极美联发正容幅,就分不来看,岛内成功出廊5幅,供应数量为近年之最。 极美两幅,想安三幅,海仓五幅,同安七幅地块,最关键的是,有几个数据值得深思,一个是厦门的第三次集中工地,一共吸金259.75亿,岛内两幅地块成交金额近200亿,占整体总成交价74%,一个是七幅成交地块,均被国阳器收入囊中,国墨保利联发联合进的一幅,鬼交一幅,联发一幅,极美城发一幅, 建发一幅,建发翔发联合体一幅,特防一幅,还有一点被很多人忽视,那就是土派要求,就全国而言,如福州允许开发商,分期付款,深圳取消,净自持,规定,南京降低对联合开发的限制,苏州下调保证金和首付款比例,取消土地的市场指导价等,但是厦门的第三次土派要求,却在明显加码,县房价,县地价,定义, 定配件,定品质,遥后,2021P05,湖滨一里和2021P07,高临地块,采用,县地价,县房价,定配件,定品质,遥后,2021P06,湿地公园战套,无需定配件,同时限制居住部分最高价7.5万每平米,7.18万每平米,7.18万每平米,车位60万每个, 住宅装修标准3000人每平米,配件部分装修标准1000人每平米,另外还对二手房限手年限,户型以及开盘遥后进行了补充,要求三副地块二手限手10年,户型在180平米以内,开盘遥后以刚需为主,三副地块净价上限均为15%,达到限价后以遥后方式确定净德方,来看看其他城市的数据,上海, 12月3日共三天,上海第三轮集中土拍落下帷幕,收金于470亿元,锁刮27宗社宅地块无一流拍,共吸引了超43家房企前来竞拍,超过三成地块溢价成交,最高溢价率超过9%,其中招商蛇口共拿第三宗,总赤资超过105亿元,成为本轮土拍大赢家,广州13宗地块流拍四宗,全部零一家,地方城投工, 拖地,12月2日,广州第三轮集中工地成交13宗,流拍四宗,收金约304亿元,流拍率约24%,整体来看,结果好与二轮工地过半地块流拍的表现,13宗地块成交中,有12宗为国企拿下,大部分房企,躺平,福州,成交31宗地,揽金超157亿,国企为拿地主力,福州第三拍成功拍出31福地, 21福地块的一家率,在0-2%之间,总成交金额高达157.558亿,其中12月1日,福州四城区西金,143.13亿元,12月2日,成了,马尾合计出让七福宗地,分别揽金12.77亿和0.86亿,苏州,25宗地揽金约402亿,超九成地块底价成交,11月26日, 苏州土拍落下帷幕,25宗地块成功出了,两宗地块有一家,其他地块全底价成交,总成交420亿,整体溢价率降至0.6%,与首轮7.23%的溢价形成鲜明对比,除了中介,天地园,南京安居,其余均是本地国企平台,南京与八成地块底价成交,此次土拍共推出46宗地块,成交45宗,一宗流派, 成交总价325.3亿人,成交的45宗地块中,35宗宅地底价成交,五宗宅地处顶需摇号产生静的人,深圳,热度虽降但整体较,温,成交总额约368.37亿人,其中深圳地铁好纸约179亿人,拿下五宗地块,已经很清楚了,厦门市场越来越固化,客户本地化,房企本地化,现价本地化, 能让厦门市场上半年这么热,下半年这么凉,最核心的一点都知道第三次土拍很难,但是厦门却是为数不多的全面升级土拍规则的城市,同时也是土拍越来越集中的城市,比如,全面限地价,限房价,比如, 岛内部分地块住宅限寿提高至10年,比如,主城国央企拿地,比如,岛内功底稀缺,领导说了,宇宙的尽头是,房住不炒,尤其是三长土拍下来,厦门完全成了国央企的天下,成交区域越来越固化,岛内依然最难抢,哪怕陷降,哪怕限制户型,哪怕限寿10年, 今年岛内成交5伏,岛外18块,但是岛内依然很激烈,而国央企成为土地市场的绝对王者,除了第二次集中工地拿地的正红发之外,剩余的拿地方企全是国,央企,尤其是建发,连发,国,茂,特方等本土国企几乎分饰了半数地块,建发拿下6伏,其中5元万两伏,特方拿下3伏,巩固环东海域大本营,连发,正分别拿下2伏, 远扬,保利,金帽,集美惩发,轨道分别拿下一伏,中海拿下2伏,另外,中海还联手厦门国企国贸,夺得四名地块,国贸保利连发联合体净的金林高林,并且客户越来越本地化,外地人要是想在厦门买房,必须4年内连续3年缴纳社保,这样外地人要么买不了,要么能买的外地人,大部分只能去岛外买,岛内依然是本地人的天象, 最典型的案例是豪宅,今年厦门五元湾建发五元应月开售,预售六点四万起步,售楼处的购房者还是大排成,甚至有一个豪宅,四千多人排队,烟资一千至一千三百万,还是排队才能买到,而厦门是一个什么? 城市可以理解为一个绝对封闭的城市,一个房价高居全国第四的城市,一个国企绝对托底的城市,市场这么差,还加了这么多标准,受大环境影响,再加上核心地块限制因素较多,在资金紧缺的阶段,开发商不得不更加谨慎入市, 再加上,厦门市场的风险也随之而来,三轮集中工地成交二十三副地块,吸金七百九十三点八五亿,相比去年五百九十八点八亿,今年厦门的土地成交金额,是最近十年最高,但是又能怎么样?三轮集中工地的平均,楼面价三万零六百五十三元每平米,相比2020年平均成交,楼面价两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每平米, 涨幅为百分之十点八一,但是又能怎么样?要么是本地穷人买不起,要么是外地穷人买不起,要么是外地私企进不去,要么是外地国营企都进不了,越来越封闭,越来越固化,房价越来越贵,产业,IP却没有丝毫成长,这样的城市还没有未来,从厦门今日土拍底价成交,甚至流派的冷淡局面,对比年中高达百分之四十亿价率成交,家境配件的火热,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时隔仅仅半年,几乎同区块的土拍价格,可谓是截然不痛的局面,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,而不光是地产商,购房者也一样,还没买房的庆幸自己逃出生天,前段刚买房的估计要气的直接吐血,你是那把刚被割的,韭菜,妈, 记得年中时笔者曾告诫打架,今年下半年将迎来厦门房地产市场的下行拐点,千万不要因为上半年学区房带来的暴涨迷失了方向,果不其然,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楼市,黑天鹅,降临,至今一地鸡毛,今日土拍更是雪上加霜, 不过现在厦门房市现有一片恐慌之际,厦门的未来是不是也是其他城市的未来,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了,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,请订阅并分享,我们下期见。